走进南闲天夫妇店里 园明风格和客家庄意象映入眼帘 北南族老板南闲天和客家妻子张秀娥 结合原住民与客家元素 从装潢陈设 陶瓷作品到美食佳肴 处处呈现族群融合的深远意义 在原民跟客家其实这么一线之隔 可是你也可以感受到很强烈的文化的洗礼 从事陶瓷艺术的南闲天 以原民图腾发挥创作 并结合客家元素 让作品更添圆容内涵 我们也延伸出了 也是属于客家的云间的一个图腾 一起把它并入在 我们的整个原住民的图腾在家客家 配合店内活动 客人经常都有意外惊喜 这是我们自己设计的铜花杯 这送给你 要送饭 这里的美食同样融合客家与原民的特色 独具风味的沙拉是排行榜上的冠军 用马铃薯加红萝卜 就是一些简单的食材 但是经过原住民的储救去倒的时候 它会变得很绵密 运用在地客家食材 拌炒海产及山产 以原住民丰年纪的概念 表现出这一道山海五丰年 而让张秀儿念念不忘的 还是客家阿婆的炒米粉 它是Q好吃 而且阿婆坚持怎么样 就是要用再来米去做的米粉 参后欣赏南闲天的演唱 以客家和原民歌曲 做一个最圆满融合的 Happy Ending 上课咯 亚松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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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松之 十分 珊